大家好,我是原话策韩松 欢迎大家来到给摄影师的图片编辑课的第一课 编辑力 摄影师会选,会编,很重要 在过去,编辑这一个词 基本上只会出现在传统媒体行业中 比如文字编辑,图书编辑,报纸编辑等等 编辑给人的感觉总是一个隐身的角色 因为你会下意识地认为 编辑它要不原创图文 只是把一些信息整合在一起 有那么重要吗 但我们现在是自媒体时代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不管你是发一篇推文,还是发一组组图 实际上都已经在做编辑这个工作了 所以说编辑力的重要性 就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意识到 那我们长话短说 我们在这就可以把编辑力简单的理解为 把万物联系在一起的能力 我们已经说过 摄影作为艺术表达的图片编辑 最后操作最后都会具体到 怎么选篇 怎么排列照片 但在这之前我们应该树立起一种价值观 它是一种意识 是一种编辑力的观念 它关乎于你欣赏照片 评论摄影项目 也关乎你理解完整的摄影作品 更关乎你自己的创作 那我们就从看照片这样一件事情说起吧 相信对很多来听这本课的朋友来说 可能拍照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也许你还是一位老手 但可能很多朋友并没有仔细想过 自己是如何看照片的 而都是一种下意识的习惯 那很多人会说了 那还不容易吗 不就是一张图吗 我看它就看了嘛 就看它是长什么样子就行了 想那么多干嘛 我们常常没有意识到的一个问题是 很多人是在以看古典绘画的方式 看一张照片 很多人不理解 因为大多数照片也并不是古典绘画的感觉 大家会说现在大多数照片 都有很多很现代的东西在里面 比如说高楼大厦 也都是现代的人物和事件 这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蒙娜丽莎 好像完全不同 这里说的看古典绘画的方式 实际上是一种比喻 它指代的是单辅单辅的看照片 就好像有一个隐形而厚重的画框 在限定我们的欣赏方式一样 每一个框就是我们理解画面的一个单元 这有点像是我们在美术馆里面聚焦 看古典绘画的感觉 那么在这儿呢 我就把这一种审美习惯叫做框内审美 可能因为古典绘画 它实在是对艺术的欣赏方式影响太深了 很多人就会把这种习惯 迁移到各种艺术门内中 比如说摄影 这也是为什么在摄影术产生的初期 会有画意摄影 会有摄影和绘画 长达几十上百年的交锋和爱恨情仇 实际上在摄影发展的过程中 越来越多的摄影师和艺术家 感觉到像画 似乎并不是摄影最好的方式 或者说是我们完成一幅幅古典绘画的方式 来经营画面 或者是引导观众 以框内审美的方式来欣赏照片 这样的一种方式 会不会产生一些问题呢 其实在摄影史中 早就给了我们答案 框内审美 因为让摄影太依赖古典绘画了 它限制了摄影的表达 所以说摄影 特别是艺术摄影 在发展的过程中 就有一种抛弃画意 走向写实 再走向观念 由单张 走向群体 这样的倾向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其中一些 重要摄影师的理念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 日本一个我非常喜欢的摄影师 东松兆明 他是出生于1930年代 被称为战后写真之巨人 他是日本著名的摄影团体 Vivo的成员 他提出了群写真这样的一个概念 他把摄影作品分成了 单幅 足写真和群写真 这三种情况 单幅非常好理解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框内审美 单张欣赏照片 而足写真呢 东松兆明 把他解释为 用照片讲一个故事 或者是把一些形式上 长得差不多的照片 组在一起 形成一组 相信这也是 大多数朋友 平时拍摄组照的方式 但东松兆明呢 他认为这种方式 依然不是一种 最佳的图片编辑方式 甚至会有强行给照片 背负上叙事性的嫌疑 那么更进一步呢 就是群写真了 在东松兆明看来 这是一种更高级的创作方式 在这里啊 我们可以关注一下 祖和群 这两个汉字 带来的语感差异 祖有一种 强烈的被规训在一起的感觉 比较死吧 而群呢 则带有一种 更加自由散步 和更有生命力 自发形成的 这样的一种感觉 在群写真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照片和照片 像网状结构一样 互相交织渗透 最后形成一个复杂 又有机的整体 下面呢 我们就来做一个实验 体验一下群写真啊 这张照片是一个女人 我们可以看到 她的鼻孔里面正在冒烟 那么当她和其他照片 形成群的时候 你会感受到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她和左边那个 背上发光的男人 那张照片放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 这两者之间 有一种人物之间的 隐藏的联系啊 如果她和右边那张 手上插着羽毛的照片 放在一起的时候 你是不是会觉得 她被困在某个角色中 走不出来 那么从这样的组合中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些照片放在一起 可以产生碰撞 它不是单张的框内审美 而且呢 照片也没有记录 一个现实的故事 它不是足写真 而我们却能感受到 这些照片 共同构成的 某种联系和整体氛围 这就是东松赵明 所说的群写真 它是一种更艺术的 更现代的图片编辑思维 东松赵明 他本人长期记录 被二战摧毁 随后又长期被美国 所占领支配的 日本的记忆 他的记录方式呢 不是说我告诉你 一个具体的悲惨的故事 而是组织起一些碎片 也给你足够的想象 甚至呢 会让画面有了超现实的感觉 那么无独有偶啊 在摄影界 也有很多其他的艺术家 对图片编辑 做过类似的论述 比如说现在非常火的 美国摄影师 埃里克索斯 他就曾经说过啊 照片不擅长叙事 而擅长暗示 如果你表达的越多 可读的就越少 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可以理解为啊 我们不应该去苛求照片 要求他一定要明确表达点什么 比如说照片里面 什么人 什么事 做了什么 拍摄者的意图是什么 如果必须这样的话 那么要么摄影就只能是 新闻摄影 商业摄影 沙龙摄影 或者让照片去承担着 类似于文字的功能 其实这样的摄影 与艺术表达没有什么联系 你如果非要让摄影 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它就会受到非常大的一个表达限制 显得呆板 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艾里克索斯 非常著名的画册 免于密西西比和判中 接近开头的这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拍摄的是一个 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像个粽子一样 然后手上拿着飞机模型的男人 马上你翻到下一张 我们就可以看到 是一张室内的照片 这两张照片 实际上不是在一个地方拍的 但这样的连续翻阅 与两张照片之间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的房屋色调之间的 一种相似性 会让你有一种联想 这张床是不是这个男人的呢 后面的这张床 是不是就摆在 上一张房子中的室内呢 在这里啊 摄影师就是在暗示 或者是呢 在给你抛出疑问 它并不是告诉你 这样的一个事实 那么当这种疑问 或者是这种联想产生的时候 摄影的魅力才得以彰显 事实上 后面这张床的照片 是美国著名飞行员林白的床 那么我们得知这个信息之后 再回头去看 男人手上拿着的两架飞机模型 是不是会有新的联想的呢 这其实就是一种 很有意义的开放式的阅读 那么我们可以看出啊 在摄影的艺术表达中 群体的欣赏 整体的表达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是一个创作者 意识到这一点 也是编辑力觉醒的过程 总之要理解编辑力 就要认识到我们常常下意识的 就会被古典绘画师的 框内审美所限制 这样的底层思维 容易让我们拍出一张张好看的照片 可能有日落 可能有高山 可能有雪山 可能有花朵 但如果把这些照片组合起来的话 你会发现它充其量来说 就只是美图组合而已 即使把它们凑在一起 图像和图像之间的关联性 也并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激发 而编辑力就不一样了 它是致力于打破图像的隐形画框 让照片和照片之间能够更加自由的产生对话 就好像图示那样 我们看摄影作品 或者是进行创作的时候 关注的就不仅仅是框内的事情 而更多的关心是 在照片之间的连线是什么样子 这些连线所代表的联系力 以及这些联系力的组织方式 其实就是编辑力 也就是我们这门课要研究和学习的主要内容 好的 如果你之前编辑力的思维比较薄弱的话 那么我们就趁热打铁 通过日本摄影师村内轮子的作品来感受一下 测试一下你有没有这种感悟 比如说来看这两张照片 如果单看右边那张的话 大家会发现 它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节日花坛 但是如果你和左边的那张照片 结合起来看的话 你就会发现这两者 他们都有一个漩涡 而漩涡这样的一种意象 经常在川内轮子的作品里面出现 它往往象征着一种生命的轮回 关于这一点 我们在后面的画册精读栏目里面 还会详细讲到 这两张照片 他们的联系就会更多一点 首先他们都有一个颜色上的联系 左边的烟的地方和右边的这一个鱼的地方 它们都是一个红色 而且这两张照片 它们都会有一种状态上的联系 它们都会有一种有运动倾向的 这样的一种联系 左边的这一张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烟灰 好像要马上就要落下 而右边的这一个鱼 它们会感觉马上就要浮出水面 有这样的一种运动的过程 然后被照片凝结下来的一种感觉 那么大家看到了刚才那几张照片 不知道大家有感受到了吗 图片的这种观看 从单张的关注到关注照片前后的连接 这样的一种变化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还要比较两种编辑力 主动编辑和被动编辑 如果你能够体会到它们之间的区别 也就能够更加理解作为摄影中 为艺术表达服务的编辑 那么在这里呢 就必须得提到一位非常非常重要的摄影师 罗伯特·弗兰克 他创作了美国人这本剧作 弗兰克以及美国人在摄影史上 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你甚至可以把摄影分为 罗伯特·弗兰克之前和弗兰克之后 而其中重要转变的就是图片编辑 这个在摄影中所起到的作用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是弗兰克让摄影师的角色 从工具人变成了创作者 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 我们就来先看一看弗兰克的两段经历 弗兰克是从欧洲瑞士来到美国之后 先在生活杂志社工作 在杂志社做摄影师 大概的流程是这样的 首先这个杂志社的主编 他会策划一个选题 可能会有提纲文案什么的 然后摄影师呢 就根据这个提纲去拍 比如他要拍某个人 某个群体 某个职业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那么这个时候呢 照片的作用就是去证明 描述那些编辑想要表达的意思 就像左边这张图这个样子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说图像是为了文字服务 为记录现实状况服务 图片被编辑也是一种被动的编辑 如果你的意识就止不于此的话 那么可能你的摄影就会遇到很多瓶颈 这些瓶颈呢 是很多摄影师成长过程中的瓶颈 其实也是摄影史曾经遇到的瓶颈 而弗兰克呢 则通过美国人这本划策 呈现了摄影表达的另外一种可能 他后来辞去了杂志社的工作 申请到了谷根海姆奖学金 开着自己的车 拍摄了三万多张照片 最后选出了82张照片 编辑成了美国人 这本划策虽然记录的是公路旅行 却没有流水帐式的记录经历 或者是证明我干了什么 而是通过主动的编辑 用图像的语言完成了自己的表达 他经常把不同地方 不同时候拍摄的照片相邻排列 不是为了明确的记录事实 而是给读者留下了更大的理解空间 那么这个就是工具人和真正创作者的区别 也是很多摄影创作者不同阶段的写照 可能部分朋友会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 摄影师不就是记录世界的吗 我拍照我也是在创造美 我也是在记录 我也是在调动我的主观能动性 那你怎么能说我是工具人呢 实际上如果你没有主动编辑的意识 那么结果就只是看起来好像是在创作 实际上只是在为记录服务 或者是说只是觉得拍照是为了记录现实 从现了现实中一个好看的 好玩的 现实中的一个猎奇点而已 而如果你像罗伯特·弗兰克那样借助主动编辑 可能才会离艺术表达更近 从而释放更多摄影表达的潜力 成为优秀的摄影创作者 关于这点啊 可能很多初学者的朋友不是那么容易get out 大家不要着急在我们后面的课程中 当你慢慢体会到图片编辑和艺术表达的关系之后 相信也会慢慢体会到其中的妙处的